創作畫家呢 相信就是帶著爸爸的感覺 來來來 他那獎也不可以錯過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欸 打妹打妹打妹 這裡人太多了 初音樂 我是Sandy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好好 你好 你好 真的很開心耶 特別從日本過來喔 先跟大家說了 我們的風雪先生呢 不僅是一位素人畫家之外呢 同時也跟大家一樣是鐵道迷喔 所以剛才呢 在拍照在錄影的時候呢 忘我了 因為我們的佩儒跟我說他在哪裡對不對 所以呢 要告訴大家了 今天呢 機會難得 我們要好好來訪問一下 我們的風雪先生喔 請問一下呢 歡迎 準備好了喔 請問一下我們的風雪先生 在創作台鐵參旅行的 那個機箱物的時候呢 是由什麼樣的一個靪感所產生的呢 大阪西星級長 但是我最喜歡的狼狼 狼的正面部位是開設的狼狼 明白了 謝謝 風雪岡先生跟我們講說 他在台灣的特殊動物裡面 就選擇跟他身形最像的熊 來當中動物的居取捨 然後這個熊空間呢 他前面有一個V字形 大家都有看到 這個V字形呢 其實就跟我們列車前面那個V是一樣的 喔 原來啊 除了身形是選擇像我們風雪先生一樣 非常可愛的熊熊的形狀之外 連他們前面這個V字形 也是跟台鐵有關係對不對 太棒了 那接下來問一下我們風雪先生 竟然是創作這兩位吉祥父的畫家 那是不是要以一個爸爸的身份呢 來問一下 對我們這兩隻吉祥物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期許嗎 好 風雪先生呢 他說他希望這兩隻熊可以吃好多好多的飯 然後就是之後呢就有好多好多的孫子 就是反正他們的氣勢 就是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就對了 讓大家呢 以後現在 不管是現在 到以後呢 都有我們的參旅熊陪伴大家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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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今天呢 我們也特別為兩位參旅熊呢 朋友跟哈拉獎準備了特製的蛋糕 要來親身囉 那現在呢